選擇 1 種 你只能選 3 的平方 然後 5 的資料庫裡面有幾種選擇 2 種 3 乘 1 乘 2 所以答案是幾種 6 種 哪 6 種 我黑板上框起來這 6 種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圖法令鋼歡迎 你要快也可以 就隨便你 重點是你要聽懂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要聽懂 這有點難喔 這個題目我當高中生的時候就有了 我當高中生已經是25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我年紀當年老肥都可以 25年前我才念高中 喔不對 那時候我已經高二了 OK OK 來 那這個題目我們就跟他說再見喔 就跟他說再見 我們來練習一下吧 請你翻到後面來 翻到後面 翻到後面 你翻到那個 56 頁 56 頁 這裡每個題目我都帶著你做喔 請看上面的隨堂練習 上面這個隨堂練習他跟你說 請你把 240 的正因數 有幾個 請你把它找出來 然後呢 第二個問題是問什麼 在這些正因數裡面 有幾個是 4 的倍數 但不是 5 的倍數的 請你幫我判斷一下有幾個 我是覺得啦 我覺得啦 200次這個數字還蠻小的 塗法令鋼 一分鐘到兩分鐘 我們就得分 我們要不要一起來試試看 我說可以不要用什麼技巧啦 塗法令鋼就好 來 我們那個109的同學 大家來試試看好不好 來問你 200次 他的正因數來 你告訴我 要仿照剛才那個寫法 他可以寫成一成多少 200次 剛好不理我啊 快點 一成200次 然後他可以寫成二成多少 你看 都不理我 120 會不會寫啊 就寫啊 趕快寫 然後他可以寫成三成多少 三成多少 八十 然後他可以寫成四成多少 四六二十四 四成六十 然後他可以寫成五成你多少 這問你們啊 我覺得你們這個要稍微想一下 有些同學會卡卡的 這正常 因為這平常比較少心算的話 有時候你要稍微想一下 他是五的倍數啦 五成多少 四十八 很好 來 接下來 六可不可以 可以 六成四十 很好 七可不可以 七不行啦 七三二十一嘛 那個再下去就不行 八可不可以 可以 八三二十四 八成三十 九可不可以 不行 十可不可以 可以 十乘以多少 二十四 這樣會很慢嗎 不會啊 十一可不可以 不行 如果你夠快的話 接下來就十二 十二成多少 二十 十三可不可以 不行 十四可不可以 十四可以嗎 十四不行 因為十四裡面有七 七沒有辦法去整除他 十五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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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有人講可以 有人講不行 你們就有說就這樣 十五到底可不可以 十五是十四 欸 到底是 怎麼樣嗎 兩百次 我算一次給你們看 十六 兩百次除以十五 如果你真的不太清楚 除除看嘛 你們為什麼要用心算呢 十五嘛 啊這是多少 這九十嘛 這也是多少 六嘛 六五三十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他可以寫成十五 再乘多少 十六 對不對 不用緊張就寫一個就好了 請問你我寫完了嗎 我全部都寫完了 因為接下來再寫 就十六乘十五 就重複了 對不對 這叫土法令鋼 土法令鋼有一分鐘嗎 如果你夠快一分鐘都不用 來所以請問你喔 他的聲音數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十組 每一組有兩個 所以正音數有幾個 有 二十個 欸寫上去喔 這一題要用土法令鋼就好了 對不對 不要整天想著用什麼技巧 哪來那麼多技巧 排列組合技巧 那懸弱都幹嘛 我看美國人的教科書 他們很多題目都 也都教全土法令鋼啊 你要懂得算就好了 這學一堆技巧反而是 別同不義時間的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他第二題是說 欸要請問一下 有幾個是四的倍數 但不是五的倍數的 喔 這種題目 我跟你講 程度越好的越容易做錯 排列組合就是這樣 你少算一個就錯了 你說老同說我答案寫十九個 我少算一個 你叫四啊 你少算一個 你這一題就掰了 多算一個也掰了 答案就是二十 這樣你懂啊 我們現在要找四的倍數 很多啊 四的倍數不是五的倍數 欸我們先把這一題處理掉 不是五的倍數喔 我想看 你說什麼東西四的倍數嗎 等一下我跟你講喔 我們先來土法令鋼 我們要找四的倍數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 不是四的倍數的先把它 拿掉 來這個可以拿掉 這個可以拿掉 不是四的倍數都先拿掉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不是四的倍數的 都可以先拿掉 不是四的倍數 三十不是四的倍數吧 這可以拿掉 十也不是四的倍數 因為他要找四的倍數 所以這個也不行 所以我現在把誰劃掉 欸看一下喔 我把不是四的倍數都劃掉 然後他說他要什麼 四的倍數但 不是五的倍數 所以五的倍數也要劃掉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在公分小看一下 四的倍數 所以我們剛才把不是四的倍數都劃掉 然後現在他說要找不是五的倍數 所以我們把五的倍數的也劃掉 兩百四是五的倍數 都劃掉 一百二是五的倍數 八十也是五的倍數 六十也是五的倍數 四十也是五的倍數 二十也是五的倍數 哇靠 你看這個 這個我現在就是在示範一個 就是很像小朋友的做法 我現在就是把不可的都刪掉 然後最後再檢查一下 四的倍數但不是五的倍數 四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 四十八可不可以 可以 他是四的倍數 但他不是五的倍數 八可不可以 可以 二十四可不可以 可以 十二可不可以 OK 十六可不可以 可以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幾個 六個 所以這六個都可以寫出來 怎麼樣 第一題沒有塗髮煉鋼 你看不到意思的話 只要從 你說 我知道你意思 你說如果沒有塗髮煉鋼的話 怎麼去做第二題對不對 好 首先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先把兩百次怎麼樣 先做短除髮 大家一起來喔 我跟你講我現在這邊都交很慢喔 這邊是二 然後這邊是多少 一百二 跟著我寫啊 對不對 對我們這數學就慢慢進步 然後二 這多少 六十 再來就是二啊 三款的是二齁 這三十 再來 再來還是誰 還是二 這十喔 十五的話 可以寫成三乘多少 三乘五 所以你就知道 兩百四十 他做完分解之後 可以分解成二有幾個 四個 他是二的四次方 再乘上 三的一次方 再乘上 五的幾次方 一次方 你這時候就發現 他的DNA有三個 有二三五 對不對 那仿在我剛才這裡的寫法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你這個二的資料庫喔 有二的零次方 二的一次方 二的平方 二的三方 二的四方 三的資料庫裡面 有誰呢 有三的零次方 三的一次方 五的資料庫裡面 會有一個五的零次方 跟五的幾次方 幾次方 來我先等你 你先把這個寫出來 可以嗎 注意喔 我們等一下要找誰 我們要找四的倍數 四的倍數 四的倍數 但 我們等一下 五次方 五的倍數 OK 我們等一下要找這一些方 好了 這樣你來 你看這裡 你看喔 你看喔 如果我不考慮任何情況 二的資料庫裡面 這裡有幾種選擇 有五種選擇 三的資料庫裡面 這裡有幾種選擇 這兩個你一定要挑一個 不能不挑 因為它的基本組成 就是二三跟五 所以你這兩個一定要選一個 所以這裡二選一 這裡二選一 請問五乘二十 十乘二多少 二十 這二十哪裡來 這二十個 我剛才圖法拎到二十個 就這樣 結束了 如果你要快就是這樣 甚至可以用心算的 可是我們看第二題喔 要四的倍數 但不能是五的倍數 那我現在請同學抬頭看這邊 如果你要是四的倍數的話 請問你這個資料庫 能不能挑二的零次方 不行 因為二的零次方是一 所以如果你要是四的倍數 請問你這個可不可以挑 不行這個要拿掉 二的零次方可不可以挑 不行這個要拿掉 那可不可以挑二的平方 可以 二的三方可不可以 可以 二的三方是八 八本身是四的倍數 沒有問題 二的四次方十六 也是四的倍數 沒有問題 所以你挑這三個 完全OK 所以二的資料庫 你有三種選擇 這樣聽懂嗎 三的資料庫 你有兩種選擇 但是他跟你說 你不可以是五的倍數喔 所以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有一個人你不能挑 誰不能挑 這個不能挑 所以你只能挑五的零次方 只有一種選擇 所以答案是幾種 六種 三乘二乘一啊 一二三四五六 就這樣子 可以沒問題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數學這個可快可慢喔 因為我們要考學測的關係 我還是跟同學講 時間很充裕 考試一百分鐘 你好好寫 像這個題目 我跟你講 土法煉鋼 兩個 哪裡 三公五 哪裡 哪裡 二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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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你二乘二乘二 就這裡 就至少要兩個二啊 這裡不能選到 就是只能選五的零次方 就這樣 搭配出來有六種情況 哪六種 這六種 就這樣 好 三沒差 對不對 你選他跟選他 都沒有違背你這個題目的要求 這個OK喔 好 來 我們再來看 下一個問題 請看到五十六頁 下面 最下面那個題目 這個題目很好 這個題目 學測好像有考過好幾次的類似題喔 這個題目我要給他幾個讚呢 這個題目我要給他三個讚喔 通常這種題目不會寫的同學 他不是數學不好 你猜他是什麼不好 他是中文理解能力不好 他有時候看不懂題目 我們一起來看題目喔 圍棋排名賽 共有男生五人 女生四人參賽 首先先跟同學講一件事情 你旁邊寫一個key 這個key我昨天好像有叫你們寫 不知道你有沒有寫上去喔 人是什麼東西 人是相亦物 把它寫上去 人都是相亦的 只要題目講到人都是相亦物 你說老師 雙胞胎 雙胞胎也是相亦物 你說老師 複製人 我們現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複製人這種東西 你不要在那邊說 啊老師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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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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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沒有在說 只要講到人都是不一樣的 這樣好不好 人是相亦物 這公有情策 來那我們看囉 圍棋排名賽 男生五人 男生五個人對不對 我不太會畫圖 所以我直接編號 男生有五個編號 一號男生 二號男生 三號 四號 五號 我這樣寫你可以接受 本來想畫五個人 想說考試應該沒時間讓你畫 就五個男生嘛 然後女生有幾個 女生有四個 那請問你 女生 我們也來編號 但是你不要用一樣的符號 因為這樣會混亂 女生編號的話 比如說女生叫什麼 叫ABC珠 這樣好不好 隨便啦 就是你高興就好 就是你懂我意思 只要能夠分別就好 仔細看這個題目最關鍵的一句話 他說如果至少有一個女生排在前兩名 你把這句話畫起來 我不知道這句話你有沒有看過 前兩名至少有一個是女生 那麼請問前兩名的名單 共有多少種情形 我現在要用土法令綱算給你看 其實這個東西很簡單 來 我們先把第一名的寶座先把它列出來 這是第一名 就是你懂的 我們這個比賽總會有個第一名 然後也會有一個什麼 也會有一個第二名 對吧 這個比賽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題目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我現在要講的地方 他說至少有一個女生排在前兩名 那我問你 情況有幾種 其實我們可以先把所有的情況列出來 如果不考慮他題目說的 前兩名的情況有可能是兩個都什麼 男生 然後可能是第一名是男生 第二名是什麼 女生 也有可能是第一名是女生 第二名是男生 然後這叫窮舉法 然後也有可能前兩名都是什麼 女生 對吧 這叫窮舉法 所有的情況只有這四種 但是這四種情況應該有不合的 在我們這個題目的限制底下 請問誰不合 第一個不合 因為他這個題目說 你前兩名至少要有一個是女生啊 所以第一種情況 我們不要 這樣聽到嗎 之後再講講 所以來 總共分成幾類 三類 那這三類 我們分別把它的方法數算出來 這一題就得分了 來請看好這邊 請問你 第一名是男生 有幾種可能性 男生有幾種 男生有五個 所以這裡有幾種選擇 五種啊 從男生的資料庫裡面選一個出來 當第一名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請問你 女生有幾個選擇可以來當第二名 有四個 所以五成四是多少 二十 我再要講一個東西喔 你知道初學者在這裡 心中會有一個疑惑是什麼 他會說 老師 你怎麼知道是五成四 不是五加四 就你懂嗎 他會想說 不是有學加法跟成法 為什麼這裡是成 為什麼不是加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成 其實很簡單啊 你想想看 如果是男生一號的話 他當第一名對不對 那第二名女生有幾種情況 有四種情況啊 你畫樹狀圖 是不是有A 有V 有C 有豬 對不對 那我問你 如果二號男生當第一名 也會有幾種情況 也會有四種 一直到五號男生當第一名 也會有四種 所以這個東西並不是用背的 你在心裡面其實一直在畫樹狀圖 我再講一次 你的心裡面其實一直在畫樹狀圖 只是你口試你不見得會畫出來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這裡是用成的 這裡不是加 五加四這很奇怪 是五成四 因為一號男生當第一名 那個第二名的話 有A、B、C、豬四種可能性 所以這裡就有四種搭配的方式 所以這裡是嘛 男生當第一名 有A、B、C、豬四種可能性